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e 那我们上节课呢 跟大家一起学习了我们的输入和输出呢 在Python3上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新内容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节课将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迭代器 将向我们介绍我们这个Python3呢 在我们迭代器方面 它的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呢 一起来学习 现在我们呢 就正式进入今天我们的学习 也就是我们会讲我们的这个迭代器呢 在我们Python3上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呢 首先呢 我们讲呢 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现在呢 有一些函数呢 它呢可以返回这个可迭代的对象 也就是说呢 它呢已经不再返回我们的 列表的形式了 而是呢 返回的是可迭代的这个对象的形式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Range 然后这个函数 然后它呢 这些函数呢 它呢在Python3当中呢 返回的是可迭代的对象 而不像呢 在Python3当中呢 返回的是列表 那么呢 还是让大家从实例当中呢 来感受一下 那么这个变化呢 它主要是怎么样 那么比如说我们呢 什么之后呢 我们呢 再给大家扩展一下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呢 如果说我们还想让它在Python3当中 返回列表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 OK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代码 给大家从实例当中呢 来更好的来理解我们的这个 反应可迭代对象 是怎么一种含义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么这个呢 它呢很明显的 它呢是一个 在Python2当中 就是在旧版当中运行的代码 也就是它首先呢 会print一下 它这个Python的版本 之后呢 它呢会print一下 我们这个认知函数 它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print一下 我们这个认知函数 它所返回的这个类型是什么 OK 我们现在呢就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 这套代码呢 是专门在我们的Python2.7当中 去运行的 OK 我们现在已经运行过了 请大家看 那么它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打印一下Python的版本 那我们Python的版本在这里呢 就是2.7.11版本 对吧 之后呢 我们这个认知的话 然后它呢就是 执行结果就是0.12 这三个数 那么之后呢 它的类型呢 它的类型 它就是例子类型 也就是它返回的呢 是以列表的形式做返回的 那么呢 同样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看 我们的另外的一套代码 OK OK 请大家看 那我们这套代码呢 它呢 就是在我们的Python3当中去运行的 因为它的这个print函数的话 大家可以看它已经加过号了 这个之前给大家已经讲过 对吧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同样我们还是 不认识一下 我们这个range的 它的这么一个执行结果 之后我们呢 打印了一下 它的这个range 然后它的返回的类型是什么 之后呢 我们还是 不认识一下 我们这个list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函数的话 然后呢 如果要是我盘起来 它像Python2一样 返回列表 那么我们用这个形式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同样呢 就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获取到我们Python2的 返回结果 也就是说 它呢 会返回它的列表形式 那么我们呢 还是运行一下 请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果 大家注意这个呢 我们已经要在3.5当中去运行了 哦 我们的file写错了 我们应该是8.2 我们刚才这个08.1呢 是我们的旧代码 我们的要是要在旧版本 当中的Python去运行的 OK 大家看 那么呢 我们这套代码呢 运行完了 它的结果呢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Python的版本呢 是3.5.1 对吧 我们这个认识呢 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 它的type呢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class 也就是说 它是变成了一个 可迭代的对象 它已经不单单是列表了 那么同样 我们要是想把它 转化成列表的话 我们呢 用刚才我们的list 然后号里面 加上我们的这个认识函数 那么就可以把它 转化成列表 它返回结果呢 就是0.12 就是和我们这个 旧版本当中 这个Python的返回结果 是一样的 所以说 从这个实例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个有些方法和函数呢 在Python三章中 它返回的 就已经是可迭代的对象了 和Python二章中不同 它已经不是 在返回列表了 这个呢 就也是大家 在变成当中呢 需要特别去注意的 OK 那么我们这个 返回的是 可迭代的这种对象 然后它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呢 它呢 如果说因为 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 只会对这些 对这些对象的 便利一次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会非常节省的内存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是返回的是 直接是返回它的对象 并不需要呢 去便利它的 以便便的 去便利它的列表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要是通过 我们的生成器 来多次迭代 这些对象的话呢 这个效率就不是很高了 所以说还是 列表的效率比较高 所以说如果 我们需要列表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 要通过我们这例子的 这个函数呢 然后呢 可以简单的 将我们的可接待的对象呢 转化成列表 所以说这段话呢 就告诉我们 对于这些对象 这边的一次的话 我们呢 用Python3的这种 方式 也就是说呢 用它这种 返回可接待对象的方式呢 它呢 会形成很多内存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好的改进 但是呢 如果说呢 我们呢 是通过这种 生成器的方式 我们来多次的 迭代的话 那么呢 我们还是建议呢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还是使用列表 所以说我们这个Python3呢 也提供了 非常简便的 可以把这个可接待对象 变成列表的这种方式 提供给大家呢 去自由的去选择 自由的去使用 那么呢 同样 就是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 认知函数之外 然后它呢 还是会有 非常多的函数 然后它呢 返回的就不再是列表了 然后呢 就是一些可接待的对象 比如说 Zip函数 Map函数 还有我们的Filter函数 还有我们的这个 字典里面的Key方法 字典里面的Value方法 还有字典里面的Item方法 然后呢 这些方法或者是函数呢 大家已经要牢记 它现在已经不再返回列表了 它呢 是返回的是可接待的对象 然后当大家呢 需要用列表的方式的时候 别忘了要用粒子函数 要对它进行转换 那么我们迭代方面呢 我们其他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像这些函数 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么他们呢 在我们Python3当中 都要去除了 如果说大家 在自己以前的代码当中呢 遇到过这些函数 同时呢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 移植到Python3当中来 那么这些函数呢 它都不能再用了 我们必须要用 其他的方法去代替 这个呢 也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这个也算是 我们编程里面的陷阱 如果大家在Python3当中 用这种方法呢 它呢 一定会报错误 告诉我们 这种方法已经不存在了 OK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主要呢 是给大家讲了 我们Di7方面的知识 讲了我们Di7方面的概念 让大家知道了 那么我们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 函数或者方法 比如说认知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 举例子的这种函数 还包括我们的Zip函数 Map函数 Field函数 以及我们字典里面呢 就是一些方法 那么呢 它的返回都是可迭代对象 已经不是列表了 这个请大家去注意 当呢 只迭代一次的时候 然后这种返回可迭代的对象呢 是一种非常好的改进 它呢 可以继承内存 但是呢 如果说多次迭代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 还是用我们这个list的方式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可迭代对象 用我们例子函数 一转换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迭代方面的 其他的函数 比如说Apply函数 等等等等 其他函数 它都已经去除掉了 那么我们在Pan3当中 就没有了 如果大家以前 遇到过 用到过这种函数 并且呢 要进行代码移植的话 大家要注意 这种函数呢 必须要用下的方法 去代替才可以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口头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希望大家呢 可以呢 对这个迭代方面 对于就是其他的一些函数 可以去 像我们今天举例 润之函数一样 可以呢 自己的课下呢 去尝试 实际上它的尝试过程呢 和我们今天 给大家举的例子 的这个过程 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另外呢 我们下节课呢 会大家讲我们的 这个异常处理方面的知识 我们这个异常处理呢 我们这个Pan3当中的变化 也非常大 同时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和我来 下节课一起来 认真学习 这个关于 异常处理方面的变化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